同学,请参考2057年Pair 2的第三八题 这个数字是有四个图像 一个是将Fx向左,一个是向右,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向上 刚才是犯幅吗? 也挺犯幅的 我们记住一些key points 在这里短短重复一次 向下移就是将y定fx整条向下移 就在外面减移 一旦记到这个的时候 向上移,即是向下移两格就向减移在外面 向上移两格就应该是怎样? 那就加移 没错 好了,至于这个,向左移 向左移很多时候都以为是减移的 其实记住,向左移就刚刚好像包口颈那样 在里面做加移 一旦记到加移的时候 向右就应该是怎样? 一定是减移 没错了,上下左右都出齐了 我们记住在里面加移减移 和在外面加移减移 那种情况就在上下左右移 那会考,Kami,你猜是不是就是考那么少东西? 不是吧,有没有其他的? 有的,有的 有的,我们有时是y对fx 和y等于负fx 那好了,知道不知这种图像 由上面变下面应该是怎样? 忘记了 那我们试试看看吧 我们当作这条x-axis,这条y-axis 如果现在这条y等于fx 学习这个图 那,到底出来的结果呢? 是会怎样的呢? 那我们在想 fx的图像就是这样上去 那如果负fx呢? 就想一下 当数越来越大的时候 fx的值越来越大 那负呢?就负得越多 正多些又负多些 所以其实呢 就好像以 x 轴 来做一个 反射对称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图像 我们重复一次 而是将fx的图像 以x 轴来做一次什么? 做一次反射对称 没错了 就是将它掌握下来 那又例如呢 可能我们很简单地 试试一下 如果这个是 y 第fx 的时候呢? 那 我们拿另一支 圆笔啦 那 下面的东西就会在这里了 以这里呢 上面的东西就反了下来了 那呢 这条就是所谓的y-fx 那在会考里面呢 就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还有些其他的变化的 那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提了 那到时呢 在 Trigolometric graph 那些三个咸述图像的时候呢 那我还会有多两款呢 那到时呢 可以慢慢大家再再看吧 然后呢 然后呢 那